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是周明的节目主持马定 马老师 欢迎马老师 欢迎嘉欣的副总裁曲伟 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爱情导师图磊 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先了解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觉得我老公对我没有意义 结婚之前对我好了 我自己带孩子自己挣钱 回家了他也不给看孩子了 这个那个老挑刺 希望他对我跟孩子都多关心一些 他要孩子那样的话 我觉得这日子都没法过了 你说我自己能挣钱 我又能养孩子 我要他干嘛呀 他也不关心我 一个女人发自内心的呼喊 你什么都不管我 我要你干嘛呀 中国有一句老话 叫女大三抱金砖 这就比老公大三岁 该抱金砖的婚姻 怎么走到了这一步呢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连先生28岁 来自河北是一名销售 女嘉宾范女士31岁 同样来自河北 来 有请 有请 结婚几年了 三年多不到四年 孩子多大 孩子有两个 一个三岁一个九个月 男孩女孩 都是男孩 这个听起来还挺幸福 对不对应该是 谁追的谁 我追的他 怎么认识的 之前我们是在一家快递公司 然后他当业务员 我是客服 在一块时间长了在公司 然后就是说 等于是他给我表白吧 然后我们俩就在一起了 那后来怎么就结了婚了呢 后来他哥结婚嘛 然后他妈就给我打电话 想让我跟他一块去他们家 我也特别想去嘛 他不想让我去 他走到哪我就跟到哪 然后就这样我才去的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不是认识 时间还我觉得还不是特别长 然后呢 我呢感觉我自己 还没有到结婚的时候 我这呢 没有跟家里父母就是说明 就是说我在外边 给他交女朋友了 那怎么你妈会给他打电话 然后我妈呢 跟我朋友那儿了解 我这儿有了一女朋友 可能知道她电话了吧 然后给她那个打电话 就是说让她去嘛 我的意思就是说 不愿意还就是 我感觉还早呢 到时候家里边在 在逼婚村婚什么的 最后你不是也去了吗 那我怎么去的 我跟着去的 你走哪 我跟哪我才去的 又不是你主动让我去的 这姑娘 你是怕嫁不出去啊 不是呀 我就想也见见他父母 反正早晚的事 就那个时候 你已经决定 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他了 是这意思吧 对 我就想跟他结婚 然后那不是 我就觉得我还小 在门两年 然后就他说要去 我就不愿意他去 那我当时又没说 要跟你结婚 我只是建议你父母 我是不同意的嘛 然后后来他就 飞跟着我去 就去到哪儿 跟到哪儿 然后就去了 去了 然后就我哥 不是结完婚吗 然后我们回去 回北京工作了 工作就是没几天 家里父母 天天打电话催 天天打电话催 逼婚 对 你看嘛 他现在还说 结婚都是被逼的呢 不是不是 这是我说的 对不起啊 后来说 我跟他在一起 然后也有点感情吧 家里边人也是比较 也催 天天催 我哥结完婚 就一个月 我们俩就结婚了 你们家是双喜临门 时间我觉得也太短了 结了婚之后呢 结了婚之后 我觉得我一直对他好 就算是一个木头人 他也会感动的呀 然后谁知道 他还是那样不冷不热的 还是对我不太好 不伤心 现在都俩娃了还这样 就忽冷忽热的那种 有什么委屈可以说 怎么忽冷忽热了 结完婚嘛 大概有半年吧 然后我怀孕了 就还坚持上班 21周多的时候吧 破水了 然后我那个孩子就小产了 就没保住 大概40多天的时候吧 他嫂子在一个酒店上班 8月15的时候 特别忙 人家老板不让请假嘛 在家有急事 他就回家了 回家就回家呗 他非得让我去替他洗碗去 我就不想去 他就哆哆哆哆哆哆 后来我受不了了 我就去了 那是洗碗的那洗碗台嘛 特别矮 然后我长得高 我得包着腰 还是凉水 那我刚出完月子 后来晚上人家说要聚餐 我说我是替他嫂子来了 我就别去了 不认识人家也不太熟 然后我就回家了 回家之后我特别饿嘛 我就让他去我买个饭 他都不去 这个事情啊 本身它不是出自我的本意 对不对 我妈说就是说 他要回去 然后人家那饭店特别忙 说假如说你要是请假 要回家的话 就是说要扣他钱 这是钱重要 还是我重要啊 我觉得这是 他就应该回绝他吗 不应该他说让我去 他就不替我考虑 这个事在你心里面 留下了伤疤了是吧 对 就他不关心你 对不对 对 不是他在饭店回来 然后他不吃饭 我也是刚下班 饭店回来他不吃饭 也不带饭 然后回来单独让我出去 给他买饭吃去 我觉得我都为了他 去帮他嫂子去洗碗了 难道他给我买个饭都不行吗 对对对 最后买了吗 最后不是我还是去了吗 那我哭了他才去的 你哭了他才去的 对 我就觉得他心里没有我 没你 那后来不是还有俩孩子了吗 那因为这个孩子小产了吗 我就感觉我心里 就那种死心裂肺的痛 我就天天哭 我就特别特别的难受 我就特别想再咬一个孩子 然后就过了一段时间 我又怀孕了 然后怀孕了 我这次因为有上次小产那件事 这次我就特别小心翼翼的 但是这次呢 他还是对我不好 产检都是我自己去 人家都是爸妈 还有老公陪着去 然后那一次抽血 人家护士说你老公呢 我说我老公去上班了 就我自己来的 人家护士帮我拿着包 帮我弄着这个 后来那次产检我才完成的 我觉得他还是不把我放心上 我怎么不把你放心上了 当时你怀孕的时候 然后你不是还上着班吗 然后我一直说你别上班了 在家 然后那个挂号就是说在北京 那个妇产医院就是建档嘛 然后我凌晨两点钟挂号去 那我不是说我也要去 你没让我去吗 那你说我不对你好 然后我说这个凌晨两点 我让你去干嘛呀 这不是我也是心疼你吗 让你在家是吧 我说等到那个 我挂完号 人家医院上班了 然后让我妈陪着她 就去做产检嘛 我说我呢 就还是上班工作比较忙 明天就是给送 200来个件吧 每天都在送 就让我妈陪着她 她结果怎么着 说我妈就是陪她不行 就必须让我 不是 她妈妈年龄大了 她也不认识字 什么也弄不了呀 不是 当时不是在前妻吗 我觉得应该有个人陪你 就行了 就是男生会觉得说 工作那儿脱不开身 有压力 是吧 女生觉得你不关心我 对不对 对 她就是因为她累嘛 等到后期 后期不是孩子也长得快了吗 我晚上老是饿 三 四点的时候 都是我自己起来做饭 我都没叫过她 都没让她帮我做过饭 就是你这一呼隆 这一句话就带了 这孩子就出生了 是吧 不是 就是孕后期的时候 孕后期 快要生的时候 都是我自己起来做饭 到现在她都不知道 我孕期会饿的时候 你说你老婆都生了 她什么都不知道 你饿这个我真不知道 但是你要饿了 你晚上你可以叫我呀 我下班也是 你不是工作妈 我不是心疼你吗 这事不都过去了吗 孩子出生以后怎么样 孩子出生以后她比较忙 她不陪着我们就算了 她有时间的时候 客户一个电话就被她喝走了 还是不陪着我们 不是 她这个 一个电话就叫走的时候 她就得去送件啊 还是去玩啊 她就陪客户去吃饭 去KTV什么的 不是送快递 怎么还有陪客户吃饭 就是我们那客户吧 关系比较好 也是在一块比较铁吧 然后经常每天都去 我这就是一年 我都唱不了一次歌 两次歌的这种 然后她跟我说嘛 她要陪客户去唱歌 我说你就别去了 我说你看你平常那么忙 你好不容易有时间 你就多陪陪我们呗 她说行 她说她不去了 然后结果一个小时之后了 我给她打电话 她还没回来 她也不接我电话 打着打着就给关机了 听明白了 就是你认为 她不关心你们母子 是吧 对 好好好 那你工作吗现在 本来在月子里 我看着孩子 我等孩子大一点 我去上班吧 他不让我去 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说 现在孩子不是还小吗 让他在家专心带孩子 就从第一个孩子运气 到现在我都没上班 那就是这个小哥 一个人送快递 养活你们母子 没有没有 我还坐着监职呢 我一边坐监职 一边看孩子 主要的经济疗言 不是还在我这吗 然后那个 我就是说让你那个 孩子小 让你在家专心带孩子 孩子大了以后是吧 然后你在上班 我问啊 这个有了第一个孩子啊 你说先生都这样 这么漠不关心对吧 你也觉得生活的 不那么开心 干嘛还要第二个孩子呀 他有时候对我也还行吧 有时候我没说 要买什么东西 他偶尔也会给我 买个戒指啊什么的 我觉得他心里 应该还是有我的 他还是有你的 所以你又给他生了 对 有了那个老二之后 我就想 我不能光在家带孩子 我不说黄脸婆了嘛 我就想我也要有一份 属于自己的收入嘛 然后我就说 我做微商呗 他就不让我做 说什么也不动意 他做对吧 然后呢 就是我担心的 就是他做这个东西 然后就是说带孩子 然后不专心嘛 然后就是再不好 好好带孩子就行了 我这好好上班 我安心一点 有这意思吗 我觉得他对我变了 他现在他嫌我胖 然后嫌我难看 我说要绣个霉 他都不让我去 他本来在家没事的 然后我一说要绣霉 他开着他腿一下 就走了 跑了是吧 对 他就跑了 哎呦 好伤心的啊 对 我当时就特别生气 他又当着你一面 说你胖你丑啊 他说你那么难看 你绣什么霉啊 我什么时候说我难看 我说就是从来 你不化妆的人 然后在家是吧 你还要就是说绣霉 绣就绣呗 然后马上就要去绣 我这也不愿意 陪他一块去 最后就没绣了没绣啊 就要绣了 我婆婆让他去 他才去的 那不去了不就行了吗 那他什么都听 我婆婆的话 他就都不听我的话 我说什么他都不听 那我听我吗 行行行 你跟你婆婆关系怎么样 那我跟我婆婆 关系挺好的 我觉得我婆婆对我 都比她对我好 这个你先来干嘛 我就觉得 我对她付出的多 她对我付出的少 我觉得我太委屈了 那想怎么样 解决这委屈呢 我希望她对我好一些 要是她还这样的话 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觉得这日子都没法过了 那你是过还是不过呢 她要对我好了就过 她对我不好就不过呗 好好好 你这日子你还想过吗 我肯定是还想 还想 就是想让她就是说 你还是听我的 你想让她听你的 她想让你对她好点 对 因为结婚以前 我说怎么着就是怎么着 结婚以后就是说 她就不听我话 好像是 听明白了 因为我对她好 她不对我好 我为什么还要听她话 你们今天是来为了 这个在家里面 谁听谁的话来的 是吧 我问几个旁的问题 可以吗 现在一个月收入多少 收入八九千块钱 到一万块钱吧 就是送快价 对对 因为我就是说 承包了一片嘛 听明白了 所以人家说 在这个时代 只要你勤奋 你就能用勤劳 换取自己的 这个好的日子 好了 老师们 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分界 刚才发生的这一幕 在我们家都发生过 我太太嫁给我之后 她也上班 怀孕了 舍不当她上班 她就在家带孩子 生完孩子以后呢 就做了全职主妇 现在有老二了 老二快出生了嘛 所以特像 包括你说的那些话 你的那个表情 哀怨的眼神 跟我太太都很像 真的 我太太经常说 你赔我时间太少 你根本就不关注我 婚前你怎么怎么样 婚后各种对比 各种不满 然后我就反思了一下 说得有道理 哄她呗 对她好一点 矛盾就缓和了 你们俩之间的这个矛盾 在我们俩之间发生过 但有一点最大的不同 是不是在你和你老公 结婚的时候 更多的是为了结婚 而结婚的 而不是说 因为爱情而结婚的 这样的家庭极多 到岁数了 该结就结了 所以 之所以有 婚后好像不太和谐 不太那么甜蜜的原因 就是因为刚开始结婚的时候 就不是因为纯爱才结的婚 因为了结婚而结的婚 在指引的方向是让她成为时代辣妈 她就会 对她特别好 我怕她跑偏了 她现在 当然既也不顾自己的孩子了 也不顾她自己做那点事了 她自己去减肥去了 去美容去了 又不会看孩子了 又不会看孩子了当时 对啊 她是成为辣妈了 可是她可能已经跑了 不会的 我会关心自己的孩子的 那我亲生的 我肯定会关心她的 我理解 马老师的意思 不是说时代辣妈 就是一个减肥吧 不是 那是一个 我是担心 以她现在这种状态 所以你的建议是 所以你的建议是 我建议还是那个八个字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当时你打动她 一定不是凭借你所谓 自己想成为 时代辣妈的这个点 你用的是自己的那颗心 你真是爱她这个人 甚至于能够包容她的缺点 她即使对你种种的不好 不够关心 忽冷忽热 但是你依然坚持地 为她生了两个孩子 依然你现在还在爱她 对吗 对 就是因为我心里爱她 我才给她生了两个孩子 是啊 可现在怎么就 不能继续这么做了呢 你当时那份心 还有那么足吗 当你觉得她已经 不是原先你期望的 那个样子了 你想想当时 你是怎么追她 当时那颗心 是怎么样的 是你在变的 她现在应该算是 一个事业上的 一个上升期 是这样吗 是的 从一个快递员 到承包的一片区域 是有自己的事业了 所以我在明白 她为什么会去 有客户 因为她在已经慢慢地 从员工到老板了 而这个时候 更加需要家庭的 一个呵护支持 而恰恰这个阶段 你提出了 让她心更在家里 多一些的这个要求 有可能她就觉得 不适应了 一年一两次 去和客户 外面应酬 我觉得正常 为什么一两次 这种空间都不给呢 想想我刚才说的 那八个字 如果你真的 珍惜这范情 你一定是珍惜的 你一定是离不开它的 所以慢慢地做出调整 除了从工作上支持它 从家庭上多照顾一些 然后再把自己 多塑造一些自己的 这个外形之外 多想想当时 你追她那会儿的决心 听明白吗 和耐心 好吗 来 陆老师 陆老师 来 生存本来就是个技巧 生活本身才是目的 但其实坦率地来说 很多人的生活 都没有质量 你今天在这儿一直闹 不就是说 你的生活没有质量吗 虽然它钱越挣越多 对你的关爱越来越少 陪伴也越来越少 对 但你们之间 至少还有忠诚吧 我不赞成 人和人之间老是去比 如果老比的话 怎么比 也比不出幸福来 但是有一些幸福 确实要靠比较 才能够体会 如果它没有失业心 它成天在家里陪着你 做饭 洗碗 带孩子 你说你们两个孩子怎么样 那样的日子 你愿意过吗 那样的日子 也未必幸福 又再或者 他在外面天天辛苦 但是事业上一筹未斩 他跟你说 你支持我 我要在外面拼搏 虽然我现在拿不回钱来 但是只要你支持 我总有一天能够成功 那样你会更累 还有一些男人 在外面事业也没有 而且拈花惹草 那样你幸福吗 你也不幸福 他固然有众多的错 但是现在很多现实的生活 导致我们夫妻之间的一些生活 确实是没有质量的 每天疲于奔命 为了生活的压力 但是很多家庭都是这样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怎么去体会 我们自己的幸福 要善于苦中作乐 在我看来 你们的问题 是很多家庭都出现的问题 为了赚钱 为了应付生活的成本 彼此之间缺少浪漫 缺少陪伴 缺少关怀 就像刚才马丁说的 他们家也有这个问题 我也有这个问题 我老婆每天说话 都是带三个感叹号的 你不要天天喊累 说什么七八点钟起来坐飞机 九点钟又要开始录节目 因为你是在实现 你自己的个人价值 你不要很伟大的说 你是为了这个家 为了我和为了孩子 你只是在实现自己个人价值的情况下 连带着产生了经济价值 然后这个经济价值 才汇集到了我和孩子 你不要含泪 但是有的时候 你把一些事情放下了之后 然后多花点时间在家里陪孩子 你暂时你又做不到 那怎么办 除了互相体谅 除了更多的去体位彼此对对方的付出之外 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非要闹到离婚吗 没有意思 日子只能计划地过 幸福只能比较地去体位 你说呢 随着咱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 其实很多女性开始退出工作的舞台 转向去做家庭和社会的工作 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 男人的那份挣钱的压力就变大了 没有给男人解脱的意思 因此很多专家提出来 一个好父亲 如果每天能有15分钟 是全身心地交给孩子的 比天天坐在他旁边不知道干什么 看着孩子发呆 旁边是孩子自己拿着手机在那刷 朋友圈要来好得多 好了 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结婚以前 然后你都是什么都听我的 然后结婚以后我呢 还是没有改变 我还是以前的样子 希望以后呢 就是说我呢 尽量的就是多陪陪你们 多陪陪你跟孩子 我觉得我一直都对你挺好的 然后婚前那样 婚后也那样 我就希望你能够多陪陪我跟孩子 以后我会的 来 请亮灯 就这一分钟的话都说不满 你让人陪你干嘛呀 陪的概念就变成了 我坐在你的身边 我们俩互相刷着朋友圈 这叫陪吗 你们就连这一分钟的话都说不满嘛 回吧 自己想想吧 还闹呢 回吧 你也一样 回吧 请关门 关注我们的节目信息 请关注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运娱乐 凤凰娱乐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土豆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V 距离 爱奇艺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接下来 我关心开门之后 这对夫妻会有何表现 겠습니다 今死判 今死判 终爱情 今死判 别哭了 以后我会好好对你的 美好 从杯一个开始 谢谢你们 你就要这个来了 太明白了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来 有请 谢谢 来 谢谢 谢谢 有一句广告语叫 药宝诗 一北诗 好好了吧 马老师不让你做 时代辣妈吗 来 接下来看看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以后我尽量会抽出 一些时间 然后来陪你跟孩子 然后我们俩以后 好好过日子 我也会多体谅体谅你的 再把他抱走 他在家都是抱我的 再亲一个再走 抱就别抱了 我看你老婆挺瘦用这人 要不然他又哭了 来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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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走路 大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被谁看好 别人的看法在爱情当中重要吗 这段爱情又遭遇了一些什么呢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毛27岁来自吉林水电宫 女嘉宾小松22岁同样来自吉林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怎么认识的 我俩是一开始是在那个网马里认识的 第一眼嘛 觉得那个就是被那种 他那美的一下就说征服了 也是想偷偷那个知道他联系方是吗 他上机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在他身后 偷偷把Q号给记下来了 我加了他好友跟他那个进行就聊天嘛 那时候一开始我刚追他的时候吧 也是真的也是挺困难的你知道吗 因为他那个那帮闺蜜 还有他那帮朋友啥的 也都是不太看好我俩嘛 各种阻碍吧 然后就是说那个跟他说嘛 说那个我咋咋地咋咋不好 其实我那时候我就为了表现 那头我真的是挺喜欢他 我就一直对他那个各种好 然后慢慢的他也有一些朋友 看到我对他真的挺好的呀 然后就是也接受我俩那个在一起 行 这么说吧 你追了他多久 整整是一年 那现在这个谈恋爱 谈到现在是多久了 两年多 今天快三年了 我看那个小片是你现在想跟人家分手是吧 对 你害怕了 为什么你要跟他分手呢 因为在我刚跟他认识之前 就是他那个认识了一个哥哥 我给起个一号叫宝宝哥 对啊叫宝宝哥呢 他那个真的特别烦人你知道吗 就是有时候他那个女孩子嘛 肯定那个就是在QQ里边发一些动态呀 就是什么像说 哎呀我今天那个比较辛苦 我今天比较累呀 这么的的 完了他那个可他好在底下来就 哎呀宝宝你怎么了 宝宝你是不是累了 我跟你过去捶一捶吧宝宝宝宝宝宝 哎呀这宝宝叫的啊 完了他朋友那可了好了 哎呀这男谁呀 是不是你对象啊 哎叫这么亲密呀 现在人不都自己把自己成为宝宝吗 不管老的少年龄小的年龄大的都这么叫 啊什么例如那个宝宝辛苦了呀 哎呀那个宝宝委屈啊 只是不想说呀都这么叫 我也这么叫弟弟呀 可是他那个关你叫就不对了呀 我跟你说一下就是 真的特别烦人你知道吗 我俩毕竟有时候那个得需要那个约会嘛 就是单独吃个饭呢 看电影啥是不是 这也很正常的 但我俩一吃饭看电影 他哥就不知道从哪能冒出来 就是等于你们三个人的约会和电影 是这意思吗 哎对对对差不多 哎不是也不能这么说你知道吗 他哥哥不知道从哪卖出 冒出来之后 完了他就是为了陪他哥哥嘛 就把我扔那了 在我心里我一直拿你当成亲人 你说我哥 我就拿他一个当一个外人 千里条条 坐两小时的时候过来找我 然后你说我不见他嘛 你说也不是那么回事 我觉得你会包容我 你会理解我 所以说我才同意跟我哥出去 然后再过后再找你去 哦 关你这过后也太晚了呀 好不容易见你一面 那头没得见到面呢 你就陪你哥哥去了 那最后再见到面的时候 就得是第二天了 我后来不也是那个 跟我哥已经说这事了吗 我说以后就是别那个 不提前联系你就直接过来 打扰我生活嘛 然后他说也同意了 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你说他这个就多客气啊 就有一回他生病了 就是病的都不行了 那个在那个 什么叫病的都不行了 他那个就是咋的呢 已经那个下不了床 他是他哥病了 还是你女朋友病了 他 我女朋友病了 我女朋友病了都不行了 就是咋说 都在床那都不行 翻转打轨都不行了 因为我在外地嘛 几千里之外 那头想要赶回话 也得是一天一夜的 当然我也挺着急的 我说给他朋友打电话吧 都是有的一些忙的 有的一些正往会赶的 完了我当时就想起他哥了 我就是给他哥打电话吧 过去看呀 你帮他送医院去吧 行不行 然后他说不行啊 我现在上班呢 装装装装装装装 你说就像这样哥 你还能跟他接触吗 那谁看人也不能那么准呢 那我看错了 我要知道他那样 我还能跟他那么好吗 那这哥现在还影响 你们的生活吗 没有 他现在已经就是 就是淡初俩的生活了 就因为没送你去医院 就淡初生活了 没有 也不能说淡初 还偶尔联系你 那就完了嘛 没事了 不是过了吗 他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不是关于他那个一整 就是当他面说坏话 他连反驳都不反驳 不反驳不反驳呗 你觉得他坏吗 你觉得我男朋友吗 我觉得男朋友 我觉得他挺好的呀 完了嘛 你管别人说什么呢 可是我一说他哥坏 他就跟我急呀 他现在不是 不跟他哥太联系了吗 怎么不联系呢 刚才不是说 不怎么联系了吗 是不怎么联系 但不代表他不联系呀 要求还挺高 还挺较劲 不是你那个时候 叫人家送女朋友去医院的时候了 不是你知道为啥我这么说吗 因为我有一回我也生病了 你知道吗 完了我打电话 我说我生病了 跟你打电话 那个陪我聊聊天行不行啊 我说我这个现在给医院的呀 我就想要你陪我聊聊天 我也不只要你过来 陪我聊聊天吧 然后他给我来的好 说那个 哎呀我跟我哥 那个去溜的那 那个你等会吧 我一听我就急了 我说你哥重要我重要 完了他就夸把我电话挂了 我再打回去之后 然后他就给我来这一话 哎呀你能不能别打了 你烦不烦呢 你到底想咋的呀 可好了 然后给我来一话 你要再不行的话 咋就不处了 把电话给我挂了 找到电话之后 还得我向他赔你道歉 我说哎呀对不起啊 是我错了的阿弟弟 你愿意啊 那时候你打电话那么贫 你说五分钟打一个 五分钟打一个 然后我哥那边说 按说你就像真是的啊 人家这定时查岗的 五分钟查一次岗 不是我查不查岗 我问他啥事啊 他咋的五分钟想干啥呀 我那时候想跟他解释的时候 但是你这电话打太频了 我没办法解释 你电话再来 我哥那边一说 弄得我也挺不高兴的 别说你哥了 也不是个哥叫得那么亲 就说那个男的吧 你们确定 你们俩在谈恋爱吗 我那哥还跟他表白过 你咋知道的 他跟他聊天记录要我看到 你怎么会看到 他聊天记录呢 他尽量看看我手机 特别喜欢我一次 心里不踏实是吧 那我能踏实吗 他跟哥都那样了都 都哪样了 一口一个宝宝的 还想咋的呀 行 就这一个哥吧 还有呢 一共有几个呀 就我只是跟你说 这么几个例子而已 我说就说 例子 我是问有几个人 几个这样的哥 还有挺多的 那你再给我举一个吧 这叫宝宝哥是吧 对 还有其他的哥吗 还有一个出去做监制的时候认识的 那个也是他哥 那也不是我哥 那只是一个工作管理的 那咋不是你哥呢 那只是一个幼儿嘛 年龄没有大 那都叫哥呀 那怎么算 那是大一点嘛 都快赶你爸年龄了 你27 那人多大 比我大 那么几岁 那不跟你一样吗 十几岁 行吧 接着说吧 完了那个 那歌更可气 你知道吗 可好了 你上一个歌 也就点台叫个宝宝拉倒了 对不对 这歌可倒好了 直接上来那个 哎呀 他俩聊天 有时候就是 亲爱的你干嘛呢 有没有想我呀 哎呀 我想你了 这么容易的 我聊天就是那样 我平时觉得这样挺好玩的呀 我跟谁聊天都这样 不是那你挺好玩的 你说一个正常朋友聊天 你说行 可以叫亲爱的 你说那个想不想 真的我都能理解 你说那都讲话了 完事了 你就来一个摸摸搭 那啥意思 摸摸搭你还不好摸摸搭 完了 那男的来就 那个玩啊摸摸搭 完了他来一个摸摸搭乘二 然后他来个摸摸搭乘三 一路乘到十 你这乘了自暴 那怎么快呀 现在聊天不都习习摸搭吗 我当时就觉得挺好玩的 也没想到被你看到了 不就那么一次吗 不是 那你是不是当时答应我说 你不再跟他那个 那个来摸摸搭了 对啊 那你之后咋还聊呢 我就觉得这聊天根本就是 你说你本来看我 这个记录就是你的错啊 不是那你杠我 那你说你跟你哥一整晚上 就有时候一开始是 挺那个正常的出去 那个说啊 我出去那个干活 做个建职啥的 我那个大学生 出去做个建职 多那个经历一下 那个社会阅历啥的 不也挺好的吗 完了可得好 一开始是出去做建职 到后边就得改成吃饭了 看电影了 一吃饭看电影就晚上11点钟 12点钟才回来 我俩出去的时候就挺晚的 出去吃个自助 吃了时间有点久啊 跟哪哥是吗 跟那个幼儿 我有时候讲话了 我就挺担心他 完了我就是给他家里边 楼下啥的 我就等他 我从下午4点多钟你知道吗 就因为我平时下班 都是4点多钟嘛 完了我回忆给他打电话 他不接电话 我也挺担心的 就打电话干他不接 我就上他家楼下等他去 我说这怎么回事 我就给干等 等到12点钟可他好回来了 他俩回来了 一块走回来的 那头讲话 看到我连声都不找 完了在我面前 就像那个情侣似的 快走去了 我得像一个路动人 就跟他瞅他俩 当时特别尴尬 我见到你也 我不知道说什么 完了最令我可惜的是啥 他俩分到一秒之后 回来了 见我第一句话 你正常说 谁对象不得问 哎呀 那个 怎么了 你这给家待呢 冷不冷啊 累不累啊 待多长时间了 是不是得问这些最基本的 他那一句话 哎呀我累了 我困了 太晚了 我妈那头该担心了 回楼上了 你知道那头你妈还担心呢 你就不知道我担心你呢 你当时不也让我 直接上楼吗 说别怎么了 我那不也是生气嘛 我还说 你早点回来 你咋不早点回来呢 我还有一回 就跟他那个哥哥 所谓的那个 他说那业务员 去一趟那个长白山 去玩去了 玩的时候跟我说 咋动说 说那个 我跟我姐姐出去玩的 我说那行 你跟姐姐出去玩 那个玩开心点 之后 我那个跟他姐姐一聊天 我说那个 跟那个 我对象出去玩咋样干 他姐说 不知道我 我没我 我后来我一 我一查他手机 可到好了 跟他那个 就他跟他那个 业务员哥哥 那出去玩去的 我俩那次去 那个有点事 去那谈业务员去了 你说我俩出去 我告诉你 你肯定失足啊 不是 那你回来的时候 你为啥不肯跟我说呢 你说你天天查我手机 然后总担心我 这个担心我那个的 他一时会儿 就总那个跟踪我 这不是都是你干的事吗 我那叫跟踪嘛 我那是 我那是担心 你知道吗 我那都给你那 公交站点等你 我那等你回来 跟踪你是 从你从家里边出来 一直跟着你 那叫跟踪 再是说了 有必要你跟我 撒那个谎嘛 我觉得 在你身上 总是那些 束缚我的一些 条子框框 你总是这个不让 那个不让 你给不了我的 那我肯定是说 我觉得跟你在一起 很束缚啊 然后我觉得 跟他们能在一起 产生精神上的共鸣 我觉得很开心啊 精神上共鸣 你讲话 你就有必要 跟他出去玩去 我是不是 先我跟你说 我说那个讲话 咱俩出去玩行不行 你咋跟我说这样 我觉得跟别人在一起 玩很开心的 很放松很自在啊 跟你在一起并不是 我咋约束你了 我是不要你干啥了 你现在这样 多多必远 你现在就是这样 你平时就是这么对我的 你说让我平时 咋跟你玩 我那不也是关心你嘛 但是你的这种方法 让我接受不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今天是你要分手 对吧 对啊 是你不想分 对吗 你喜欢这小子什么呀 你看精神上 他跟你是没共鸣的 你宁可跟别人去玩 也不愿意跟他在一起 他又这么束缚你 他提出分手 你应该欢天喜地啊 解脱了 为什么你不愿意呢 因为我们两个就是 在恋爱这段时间 就挺不容易的 本来在一起就很坎坷 我当时也是 鼓起很大眼睛 跟他在一起的 然后他这两年来的 就是跌跌跌的关系 然后就是让我很感动 就是每次他 就是他对你好 对特别好 你舍不得他对你的好 但是你愿意跟别人玩 因为那样玩得开心 是吧 其实如果我男朋友 要是没那么舒服啊 我觉得我没有必要 因为那些哥哥的事情 然后跟他分手啊 你没有觉得影响到 我俩这段感情啊 真想分手吗 真想 那分了不就完了 来我们这干嘛呀 可我也舍不得 不想分 对吧 分手是说出来吓唬他的 是吧 是还是不是 分就别来了嘛 说实话真的 我追挺不容易的 而且难得有个 这么喜欢女朋友 对 你们俩就回答 大家都特别有意思啊 并不是因为爱而分不开 一个是因为他对我太好了 我享受这份好 离不开 一个离不开 是因为我追得太不容易了 哎呀妈呀 行了 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奔剑 年轻漂亮的女孩儿 我现在就明白装糊涂 认这些哥哥 也一 获得大家对你的情感上的愉悦 可能还有点小虚荣心 说实话 如果我是你男朋友 我早走了 反过来 说说小伙子 爱情是什么 唯一啊 女朋友是什么 只属于一个人 对啊 这是人类所有的爱情的准则 对吗 对啊 主持人 你都说了 那头讲话 那头爱情是属于唯一一个人的 对啊 哪怕他到处认哥哥 爱有这么宽容吗 别当那种让人瞧不起的男人 你别侮辱了爱情这个字 许总 什么样才能成为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他基本上能满足你几个条件 第一 踏实 第二 开心 第三 很放松 最终 一点 你就特别喜欢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自己的那个状态 所以才会跟他在一起 所有的异性在一起成为男女朋友就是这样 缺一不可 缺了 就是不纯了 就是因为其他的 比如说你可以给我买东西 你可以给我房子 你可以带我去等等等等那种高档场合 如果只是这些的话 那不是爱 那是利用 你再把这个标准套在他身上 看看有没有那种感觉 看看有没有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自己非常喜欢我那种状态 别人们羡慕我 我自己也开心 放松 我特别想跟你聊天 我们可以聊很多东西 聊不完 有吗 跟他有吗 如果有 如果真是你现在的眼泪 现在觉得有的话 不要跟那些哥哥再去来往 真是有的话 你可能真心还是喜欢这个人 喜欢这个 别人都不看好的这个男人 千万不要让自己太过贪婪 太自私 他肯定是不可能有很多哥哥给你那些 那样的时刻 但是要学会放弃 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是满足你所有 不可能 但是你要关键找到几点 你就要认 如果你跟他 你就要放弃很多东西 甚至是别人的非议 甚至于真是对你的诱惑 但是前提是 你的心一定要在他身上 真爱是随心而动的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 其实我特别弄不懂一点 如果你心里真的有这个男人的话 你说别的男人叫你宝宝 你不恶心吗 我拒绝他了 后来 我拒绝他了 但是你刚刚明明还在辩解说 聊天就是这么聊的呀 你会议到 还是你很享受 只是我 可能我不太 女人最起码应该有一点点自尊 就是你如果没有男朋友你就算了 你有男朋友 或者知道有个男人在死心塌地对着你 对于有些男人明明显显在吃你豆腐 不管是从语言上还是从别的 你不可以说你是很享受 或者聊天就是这么聊的 你还觉得恶心 如果你不觉得恶心 我才觉得你的价值观是有问题的 其实在一开始 你跟那些哥哥比起来也差不多 你也是冲着容貌去的 冲着容貌去其实也很正常 谁不喜欢美女呢 但是喜欢美女是有前提的 如果因为喜欢一个美女 而没有了自己的自尊 即便得到了 也是与人分享 而不能得到全部 我不建议这么说 为什么不是呢 我觉得我是在跟他们哥哥在做豆腐 不 在我看来就是分享 因为她没有把所有的真心都给你 你承认吗 我能明白你 那不就是了吗 但这会儿又要面子 我不是很相信这个女生会立即做出改变 因为这需要一段时间 即便她自己想改变了 她身边的那些人还是会流言蜚语 类似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类似于太不匹配 类似于门不当户不对这样的谣言 肯定不会禁止 你受得了吗 我受得了 你真受得了 为了她 如果要是她要真的为我改变的话 我想我会 如果下次还有男生约她出去的话 如果还出现刚才你所说的那个画面 当他们一起回来的时候 如果你身边 一言不发跟你没话可说 下次再遇到这样的场景 你怎么做 那她永远也见不着我了 说话算数 算数 真算数 算数 漂亮有什么 漂亮始终还是要老去 如果漂亮能够说 只供你一个人欣赏 她只专心对你一个人 那我认为是值得的 如果要与人分享 打死也不干 你说呢 对 你好好考虑一下 就这样 每个人生活都有自己的一个底线 你的底线是什么 守住就好 所以你们俩仔细掂量掂量 因为说爱会太虚无 感受会变 想想自己的底线是什么 如果一段感情连底线都会被突破的话 不要它倒也好 找一个底线一致的人不是挺好的吗 好了 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 我知道我有时候是做的约束 约束也太紧了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你知道吗 我不想把你那都跟别人共享 因为我真的爱你 虽然说这次我提出分手了 但是说实话 我真的还心里面 把心里面舍不得你 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变的 一定会为我而改变的 我不知道咱们俩能不能再继续下去 但我只希望 无论你以后是跟我还是不跟我 马上都改变一下了 为了以后你爱的人或爱你的人 请改变一下自己吧 我会变的 我会努力为你改变 是我做的不好 我可能 一直没有珍惜咱们俩之间 这么长时间的感情 这是我的错 回吧 谢谢两位 来 请关门 看过了这么一段这个感情之后 每个人大概都会有 每个人的一些想法 其实当最后当这个女生在道歉的时候 心里还是紧了一下 这一队 他们自己最终会怎样去选择 请请开门 你真的决定为我改变了吗 你哭了 女生可以接受男生查你的微信是吧 可以接受男生查你的电话是吧 能 能是吧 男生还查吗 不会了 我相信他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吧 有请 你看这保湿的话 要保湿亦被湿 可是爱拿什么去保呢 拿时间 拿生命 哦 你们自己的课题 接下来我们一起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请见证 媳妇 我知道那头又可能说我约束你约束太紧了 我以后会干 而且我知道你 你也一定会舍得我走了 以后那头我会好好改变我自己好吗 我也会不改变我自己的 我一个大老爷们能让你给逼成一个像老娘们似的 也算是 你也算是那什么了 谢谢你 以后我要继续为你洗一做饭 好好的过吧 请回吧 祝你们幸福 好了 他们的日子让他们自己去好好过吧 愿他们幸福 一起进入伊贝诗爱情保险记 陈老师 天天圈的用复提问说 我和男友互相都觉得对方不可理喻 我想一起上进去努力 把日子过好 他却说 现在不愁吃喝 平平淡淡就好 人活着就那么短暂几年 干嘛那么累 我该怎么办 情投意合是爱情的基础 志同道合是婚姻的基础 如果志不同道不合 彼此价值观不一样 一定会十分的痛苦 在我看来 不要在一起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服领先品牌 伊贝诗冠名播出的药保湿 伊贝诗 伊贝诗 谈润保湿水 不要旅游 找图牛 节目首播期间 打开图牛客户端 迎323图牛旅游节 百元现金券 如果你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